大家好 我是黃大師 黃師豪 今天很高興呢 在FB的新開立的這個粉絲專頁來跟各位提供 一些相學知識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的呢 是目前的網路紅人馮提莫 他應該是重慶人 那個為什麼會紅 紅的發紙啊 這個在相學上怎麼解釋 好 那我們進入主題啊 第一我們看能先看額頭 他的額頭啊 高寬 平整 潤澤 整個人呢 這個精神呈現出來是亮麗 那額頭有很多部位 可以看你的官運啊 事業運啊 父母工 還有你的出外 包括健康也都在這個地方看 那他現在是 27歲 明年28歲就走到印堂了 他印堂有退開 超過兩指幅啊 那額頭潤澤亮麗 表示有貴人提拔 然後他本身也會想要光中藥主 就是順順的 順遂啊 你不會 一年順 一年不順 相學理論有所謂的一輔救 十年光閒 就是你一個部位好的話啊 你就會連續走運走十年 那逢庭問他這個相啊 起碼走運走到五十歲 因為他中庭也很好 那第二個原因他為什麼這麼紅 第二個原因呢 他的眉眼 水靈 眼神啊 水靈 水汪汪啊 然後很機靈 很靈動的樣子 表示他這個小聰明智慧蠻高的 那眉毛長上也不錯 他情感穩定度也好 所以他會做適當的抉擇 這是 少數啊 少數美女的相 情感與理智並重的相 應該是他的緋聞比較少吧 然後鼻子也挺 鼻子挺這個旺夫啊 顴骨也飽滿 那他最紅 他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聲像 聲音的像叫聲像 聲像並不是說他唱歌好聽而已 就是說他符合相學的理論 女孩子啊好不好命啊 你的Label級數高不高 要符合親親柔細 清楚的親 親重的親 溫柔的柔 粗細的細 你符合這幾個相啊 以上就 就是一個很好的異性夥伴 交朋友也很好 好 我們總結啊 這個 風提摩他的一個相 第一個就是氣色亮麗 潤潔 然後第二個呢 眼睛黑白分明 他精神很好啊 表示他素質高 水靈 表示他這個人很機靈 是小家碧玉的相 然後聲音符合親親柔細 這個是重中之重 好 以上 感謝大家收聽 謝謝